这一半期讲解是十步灰灯掌 2024年的网天一直播间 对手是郭导掌 咱们来看一下 开局是先之路 对左中炮 那么红方跳马 黑方跳马 这儿红方把锯亮出来 黑方出锯 红方上马 黑方走的是足底炮 那这里的话形成了一个武器炮 红方这个上马当然也可以 出锯的话 其实它是一路求稳 就是不愿意说 这个马一上人家巡河区 将来有一个强行冲边族 献马串他的气 这样的话就比较明朗 那黑方它是掌区 红方就冲兵 区先拿出来 红方的话就顺势把区封住 黑方在进区 准备打开局面 红方这边的明知道 对方将来会对兵 还要这么走 它是诱敌 你这个时候对足 跟先不是在对 道理是一样 那么对完之后 这边就吃 红方这时候 关键性的招期就是上马 此招一出 石不灰灯 对方根本抵挡不住 为什么呢 局面在这个情况下 红方有一个套路很厉害 就是他踩掉你中足 一旦你踩 这打过来去就没了 就算你一局换双 将来这个题底线有牵制 而且这边红方多兵 那黑方少一个局 下起比较苦 那怎么避免这招期呢 他就想到一个用G去定 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走炮三平四 这个棋的话 其实是担心对方 有这么一招期 所以就没敢走 其实这个闷弓的话 他可以棋一个 那你一吃他杀一个 这边也是个换棋 所以这个棋完全可战 但临场的话 这种压迫感比较强 所以的话 他很难走出这么灵活的招法来 那么他想到的是常规招法 我顶你一下 那么对红方而言 掌局看住 同样的到底 如果你一局换双 那也是亏损 这儿的话 他走的是上马 那么这步棋 他是希望 直接反击 其实这个棋 应该走的是炮三平四 那么你打的话 我其实可以闪开 你要换掉 你这个马要收工 你当然还得闪 闪开之后呢 黑方截这个棋 就只能落势 因为你再平炮过去 他可能还是 财中族七个马 打过来抽狙 所以就落势 方可解围 如果对方还冲的话 杀过来就行 所以这个棋应该说可战 到这儿的话 这个平炮 比较积极 那么 最这样的棋的话 他是走的一个 马七进八 看着好像不错 吃炮 实则人家一打局 现在呢 正常得躲 看着好像你打过来 是个交换 没齐呀 那红方他踩过去 刚好踩局 利用黑方 那你不能踩 一踩打过来 利用一下 这儿先手在握呀 那对方不愿意啊 他选择是拆开 这儿你无论是踩炮 还是踩马 换齐 反正你炮过不去 我还抓着你 那红方他没有踩炮 因为踩炮 对方阵弦会很舒服 到这儿他把马踩掉 都不怕你将来这个棋啊 中炮的棋 你发不出来 这样的话 你会形成一个双向 难以连接的弱点 当然黑方也就向掉 继续保持中炮 那将来这个炮拆开 可能也是一个选择 向掉之后呢 红方选择招法是打掉 那这个棋的话 肯定是红方有力啊 黑方他意思是要打局反击 但是红方这个局 可以灵活的躲开 那么这的话对方阵型有问题 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强行下底线进攻 那这里黑方他就切进来 认为你下底线我可以退炮 到这的话那红方就下底线了 黑方现在选自是炮三推二 隔挡之后现在炮打势就不成立了 那怎么办呢 红方再退回晃他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气你的炮的底线 就不能过来防守 然后从中路要爆破 这个气黑方阻尽不肯 红方呢居八拼二 把黑方牵住 那黑方这个气可以说非常苦 正常他是飞个像 希望呢将他霸王居能够脱身 红方则是架中炮 那这个时候他选择的招法是对居 并没有选择退底线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没有选择对居 人家这个炮打底是呀 打双举 所以眼看打这个气的避之为恐不及 就不可能再送一个巨国 前来打双举吧 那所以他就想换掉算了 如果你换掉他一吃你打的话 他抬一步就可以 但是的话这个气啊 红方走得很 就是便宜步 这边还是浮有一个大局啊 那正常招法可能是需要出老将啊 但是马就丢了 临场的话 黑方不甘心丢这个马 他选择的招法是回马 结果呢忽略了底线啊 这个问题 到这的话很难啊 抬起头来做人 因为你一抬的话点死了 所以到这的话看着被打死去 还没脾气啊 正常你还得走这个炮 让人家打 打完一吃啊 也是一个苦手 将来有一个进居抢中士啊 就守不住了 谁在这的话 看着要杀进去了 对方啊 方不胜方 只能忍输 这盘棋啊 网天一火胜